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超聚焦 刚才在看到在四川应该是重庆 两件事情 一个呢,三十几岁一个女人 因为跟自己的丈人赌气 不是丈人,跟自己老公赌气 拿着刀,上外面把幼儿园 外面的幼儿园的小孩给砍了 大概砍了十四个 有说死人了,有说没死人 胖胖的个女人 那网上有视频了,咱也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呢,玩麻将 玩麻将,那个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看那样,二十岁 玩麻将说三个红中碰对的 没碰,就没胡了牌 大概是 脑中风,死在牌桌上了 脑中风,死在牌桌上 那他有人拍视频是看那个人 那应该是妈抱着他那哭呢 大概是那样 有说这个麻将馆老板可能得赔钱 然后另外那三个牌友是一人赔四万 是赔几万 你赔多少钱 你想象不出来是这样的 三十多岁女人去砍孩子 因为跟老公吵架 二十来岁的女孩子 脑中风死了 脑浴血就是 死的原因呢 是三个红中没胡牌 三个红中没胡牌 被人抢了胡了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中 在现在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在正常社会中 你听起来都是很荒 非常很荒唐,很荒谬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呢 大家看到这份荒唐跟荒谬呢 我觉得就像那个说 开一个bus 不是,开运货的车 在江西是湖南 出了车 几十人 没一个人去救那司机 却是抢那个车上的货 这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我个人眼睛里 这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说 生命 就是一个生命认识问题 生命基点的摆翻问题 就这么回事 其他都下摆 一个为私的 一个为我的 眼睛里没有其他人 他做什么事 根本不去管别人 人的生与死是他活该 而是在别人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有什么机会 啊 别人生与死 跟我一分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关键就是别人做什么的时候 我有什么机会 在大陆人的 我觉得在大陆人的行为中 日常生活中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顾忌他人的概念 根本没有 所以这样的人大多是蛮横的 大多蛮横的本身呢 是占据了各种理由 啊 占据各种理由 所以 见的多了 其实司空见惯了 有时候 有时候说实话挺 也挺傲丧的 说起心里话挺傲丧 傲丧的原因就是 无奈 在我眼睛里就是无奈 换句话说 有时候就觉得没意思 说心里话觉得没意思 很多朋友喜欢听我的 听我的节目 有时候看见朋友的留言 蛮鼓励的 有朋友看我节目 看了六年了 他说涛哥看你六年了 看节目 哎呀 你老说 说人中对错无所谓 关键是人的善与恶 他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他说这俩星期听懂了 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哎呀 就这么点事 听懂了 哎呀 当时我看的留言 我也说不出来 到底是高兴不 你不高兴 人家终于听懂了 对吧 那是件高兴的事 什么叫善 为什么善恶是重要 那无奈的是 就是说 今天的人 既是看我节目 还要花这么长时间 去明白 东北说 他这个 这个 这 这爷们做节目 整天就是善恶 还对错都不重要 对错不重要 我怎么过日子 多费劲 所以有朋友也提到说 涛哥有时候你讲的话 听不懂 什么话都听得懂 那跟外面的人 那我节目有什么存在价值 这话说的不好听 那你 那你得跟人家都一样 人家你讲的话 他跟他的话都没什么区别的话 人家为什么要去花时间 听你节目 有时候个人 我个人是蛮抬杠的 留那意见吧 你说不尊重吧 不合适 你说尊重吧 有点假 真的 有点假 你不讲出东西来 在咱们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没有你自己独立 人的生命真实的一种看法 看你 人家为什么要看你 我为什么吃饱 撑着在这 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存在的 但是呢 在过程中 每个人不可能 所有人都是那样 那道理还有一层一层的呢 对不对 那你说对人都叫慈悲 那菩萨跟如来肯定的 慈悲的概念是不同的 然后人说 我得听得懂 你要听得懂 你也是如来了 你也是菩萨 这话有点抬杠 所以为什么说抬杠呢 因为你话敢话 一走绝这 就给顶在这儿 就是打架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没劲 说心里话 有时候我觉得是没劲 因为那东西 就是没劲 安倍晋三访华 这个呢 成为了这个 现在大事件 应该是八年来 从2010年 上那一次的 这个日本首相 没有访华之后 访华之后 再没来 安倍晋三上来之后 安倍晋三经历的 都是中共对日本的栽赃 对日本的打击 爱国主义的 大刀像鬼 他经历的都是 大刀像鬼头上砍去 纽约时报 头版 六年前 愤怒的示威者 涌上中国 数十座城市的街头 大刀像鬼头上砍去 甚至掀翻日本汽车 2018年8月7号 2011 对不起 2012年8月6号 7号9号 在当时 薄熙来出事之后 古开来出事之后 大连的两个尸体厂 就是做人体展的尸体厂 被揭示出来 活摘器官与古开来 薄熙来联系在一起 在网络上 刚刚拿出来两天的时候 由中共的周永康控制的 公安系统 国安系统 他们一水穿着白汉衫 蓝裤子 黑皮鞋 带头上街 在西安郑州 西安郑州新乡 还有哪儿忘了 带头抗日 大刀像鬼头上砍去 曾庆红干 那就当时出现的场面 在四川烧掉了 烧了日本的 日本的叫八百万 应该是 是那么个故事 这是当时的情况 那这是当时的 20 当时的 20 2012年 他说两年后 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了区域性的会议 跟安倍晋三有见面 但当时很尴尬 应该是APEC会议 2014年APEC会议 2014年APEC会议 然后本周四 这个安倍晋三开始访华 昨天 是八年来 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很相信大家认为呢 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期待 但是呢 安倍晋三出访 中国 习近平给予他了 习近平给予他了最高的礼遇 习近平还在这个广东 应该今天返回去 昨天返回去 所以接待安倍晋三的 整个过程一直是李克强 然后栗战书出面跟他会面 然后晚上进行国宴 习近平出席 所以也就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 习近平跪请安倍晋三 可以这么讲 习近平跪请安倍晋三 但不可能他们成为合作伙伴 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太需要跟日本搞好关系 在贸易战的过程中 李克强曾经去过日本 李克强去过日本 也去过欧盟 要联手日本跟欧盟 对付川普 在川普声称 要退出APAC会议的前后时间 所以应该讲是 习近平面对川普的沉重打击 贵请安倍晋三 这样是对的 北京大学的日本专家 于铁军 对川普给亚洲带来的 不确定的影响 中日两国改善关系 总比恶化好 这都是瞎掰的话 这叫什么专家 双方没有期待 彼此都是战略对手 所以试图把自己作为亚洲的 亚洲最强的力量 跟对方合作 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安倍晋三的三天访问 表面上的东西比具体更重要 没错 我觉得这话说的是对的 他安倍晋三带去了大概 安倍晋三带去了五百人的代表团 里面很多都是生意人 那安倍晋三到北京去 习近平给予了如此的 我见过一张照片 最习近平的样大了 那现在呢 等于是我就用那词叫贵请安倍晋三 而安倍晋三厉害在哪 在来到北京之前 先宣布暂停持续四十年的 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日本开始对中国有援助 北京地铁是日本援助的项目 而中共外交部 在回有关在这个问题回答的时候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竟然说 日本人挣着钱了 给予的以援助的概念 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出现 没有任何感谢 滴水之恩永泉相报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他说什么 他说你挣着钱了 所以我跟你说 他不是人 很多人就这句话就听不懂 他是人呢 我就说那意思 达基是狐狸是人 你知道吗 你说是人是狐狸 就是一样的概念 才会说出这种 好没有任何正常人 应该有的基本的良知的话 人说良心要让狗吃了 我觉得你把狗都给骂了 他有良心吗 你说打击有没有良心呢 对不对 丫头片子有没有良心呢 所以摧毁生命认识之后 人在面对事物的时候 相当的愚蠢 我觉得相当的愚蠢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是我们用纽约时报的报道 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呢 日本汽车巨头丰田打算扩建在 扩建他在中国的投资 这都是具体的内容了 所以你看到的其实都是钱的问题 而且呢为了改善关系 日本已经同意在北京签署一项协议 希望能有所合作 但是呢协议本身却出现了一些 很有趣的现象 日本参与中国的任何对外援助协议 绝不跟一带一路混淆在一起 绝不跟一带一路混淆在一起 所以这是 这是日本人提出的条件 就是我可以跟你中国 作为一种合作伙伴 参加某种其他的合作 但我绝不跟 绝不允许 我的公司 参与你的一带一路 所以他的态度很明确 就像那安倍晋三出访到中国 结果他却撤掉了四十年的援助 持续了四十年的援助 撤掉的理由就是 今天中国够强大了 不用援助了 不用援助了 第二个 在安倍晋三出访中国之前 七十名议员 拜访了这个 晋国神社 习近平没说话 李克强没抗议 外交部没 发言人没看着 中央电视台没赶报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说 当这样的内容背书之下 安倍晋三来 习近平举行国宴的处 叫习近平 贵请安倍晋三 在战略上 日本把自己定位在 是该地区与中国抗衡的力量 一艘日本潜艇 在首次参加了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 而这个概念就是 直接反对 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 而这种军事化的做法 被日本不接受了 而跟日本直接的冲突 就是尖格列党 中国说的钓鱼党 问题发生在 问题发生在 这个 2012年 2012年 所以他讲说 日本正在参加一个非正式的 而不直接名言针对中共的 叫四方联盟 四方联盟包括 美国 日本 印度和澳洲 他是指四个国家的海军 共同联防 印度洋 太平洋 他隶属于 隶属于美国的印太司令部 所以 这是可以看出来 这是联手 联手来对抗 联手来对抗中共的 在这种背书 也就是在 安倍晋三的这种 与美国 日本 与美国 欧洲 澳洲和这个 印度联手 抗击中共的背景之下 他来到中国来缓解 缓解所谓的这种 两国之间的关系 实际是因为中国太需要他 另外一个他惧怕的 就是 美国跟日本 马上启动 两国的 自由贸易的谈判 而在 而在未来的 美国跟日本 自由贸易谈判中 北美贸易协定的 北美贸易协定当中的 独丸政策 就是 自由贸易的签订国 任何一方 当于一个 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签署任何贸易协定的时候 那 该协议的签署国 有权退出 撕毁该协议 而在世界上被定性的 在贸易方面 被定性的 非市场经济 所有人都知道 指的是中国 但很简单 无论今天 习近平如何努力 除非日本 不跟美国 签署贸易协定 如果签署的话 他必须要答应这一条 所以实际事件 没用的事情 中国没有能力 在与日本的 贸易关系上 去跟美国抗讨 他提到说 另外一个概念 日本从来没有过 说日本从来不会 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 就像西方国家一样 所以也就变成了 安倍晋三在对付中共本身上 要比美国人 要比其他西方国家 来得更直接了当 他比较重要的是 就是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对美对日本来讲 必不可少的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所以日本在改善 中国跟其他国家 任何关系的时候 那日美关系条例 是放在首位的 是完全放在首位 有专家认为 川普的民族主义政策 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是推动中日改善关系的主要动力 我觉得都是下背 完全是下背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看一看北美贸易协定的签署 你看一看美欧之间的 零关税的贸易协定的签署 你就明白了 日本跟美国 是正常的自然人的社会的环境 而日本跟中国不是 是一个战略对手之间的对话 哪有那些立着刮拉的 所有想谈到什么 这主义那主义的 在跟中国谈关系的 全在利益上说话 如果一切都在 全在利益上说话的话 就像我一直说的 很通俗的话 那那媳妇就应该卖 那男人就应该买 利益 现在不是 现在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是说多少钱也不能卖 多便宜也不能买 就这么点事 中国的学者 大陆学者就听不懂 还邪了门了 就这么点事 就听不懂 一直等他们媳妇卖了 他明白了 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